台北房子住不起 物品竟然要一萬塊 太誇張了吧 在平等 兩樓透天 一個月只要五千塊 還有一個停車庫 五千之外在外面那一個廁所 台北是什麼 台北是台灣的首都耶 你剛剛說是什麼 首都在哪裡 P A P B I 台北 我一開始以為台北的自然水 其實是可以直接喝的 蛤 說真的 他此話不代表全南部人 今天呢 為什麼邀請到這麼多人來到現場呢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要來 戰南北 撕開天龍國的 真面目 讓大家發現其實 台北是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美好 首先 我們歡迎我們地基組戰隊 自以為是的 北部戰隊 再來呢 是我們人情味滿滿 南部戰隊 好 我們這一集呢 除了聊南北差異之外呢 我們其中還會進行一個小遊戲 遊戲規則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每個人的頭上都有一項禁止行為 本人也不知道自己頭上的禁止動作 過程當中大家得互相陷害對方 採取扣分制 最後扣分制隊伍要進行終極成 啊 好 大家已經看到我們大家頭上 都已經準備好了裝備 接下來我們第一個要聊的主題 就在這個籤裡面 我先抽一個籤出來 台北房子住不起 物品竟然要一萬塊 太誇張了吧 在屏東 兩樓透天 一個月只要五千塊 還有一個停車庫 台北是什麼 台北是台灣的首都 你剛剛說是什麼 首都在哪裡 PA I PEI 台北 我一開始以為台北的自然水 其實是可以直接喝的 蛤 說真的 他此話不代表全南部人 因為 台北人花枝招展 素顏在路上會被鄙視 只看人家的外貌 怎麼會 現在不是都戴口罩嗎 哈哈哈 可是我們高中還好耶 就是一點點淡淡的而已 就是挺多畫個眉毛 沒有這麼誇張 是現在才是 以前我們那個 我們 我高中大概就很多人就懶頭吧 我高中就有懶頭吧 高中就有懶頭 我大學才懶 我高中耶 我們高中都是很純 很厲害耶 我去台南高雄就是 可能我不知道是因為沒有特別打扮的關係還是怎樣 我就覺得說他們整體的顏值沒有北部的人這麼高 哦 你才是天生理智 他大姨的時候超聳的 我以為他是什麼 台北食物又貴又能吃 隨便吃都會採雷 台北又很會把所有的東西都分開 例如說 好像學校附近賣的可能鍋燒意麵 沙茶居然又加錢 我才是下次 一大桶擦擦一大桶擦一大桶擦一池就要5萬 很甜 可是因為這個房租比較貴啊 所以我覺得貴好像滿難的 你就覺得有沒有比較貴 你覺得有沒有比較貴嗎 還好 可是你有沒有覺得比較難吃嗎 還好啊 我覺得我都吃好吃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什麼 最好忘記的 好食物 好食物 台北24小時不打烊 夜生活超級豐富 這個我們北部一定贏 去南部真的是我晚上想說 我們要不要去去看南部的夜店 結果發現沒有開 是一片荒煙 你南部真的有夜店嗎 好像有兩下倒進了 但是那個感覺比較像 夜生活這一點北部真的是 我真的要不北部 新一區很多夜店 新一區是24真的所謂的24小時 補夜城 因為早上那邊也會辦公嘛 就西裝 西裝 然後越到越晚上大家衣服 越拖越少 然後晚上嗨完然後睡在路邊 然後再穿著 我們真的不會認真去過那些西方的結 對 南部很喜歡過 我們只會好好過年 但我們什麼生命生日 所以你們 生命生日 生命生日 那有提公司的時候 媽媽真的會帶我去拜拜 那我們家也會辦初一十五 那個不一樣 所以你們有什麼提公司 初一十五是日常 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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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其實就是大家都是一家親啦 北部有北部的好 南部有南部的好 各個地方都有各個地方的好 我們要結算沒事 來我們的北部戰隊 一二三四五六七 失敗七次 南部戰隊 一二三四四四次 所以你們要接受懲罰 我妝會掉欸 你才是天生利職 懲罰呢就是這個 在衣夾 快一點就好了 好痛喔 不行好痛喔 你還哭喔 你這麼會演戲 走開 不要再拍 打擾 打擾 季月小兒的黑暜椒烈飲夜喔 好疼喔 阿 а 好痛喔 被剉掉 好 好快夾 快夾快夾 快夾快夾 要選撞 季月小兒平台 好痛 快偷 整個可以拳一夾都沒關系 好 好 三個都假 如果你喜歡教育比利的影片的話 記得訂閱 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